我最早对火星的印象来自于一部叫做火星叔叔马丁的电视剧 在座如果还有谁听过甚至看过的话请弹幕互动一下哦 那个时候我是真的认为有火星人的 后来才发现这不过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 再后来呢居然发现这是全人类的一厢情愿 而且直到现在这份单相思依然还是没有减弱 我们仍然在不断的往火星的空中往火星的地面送去探测器 就是想要找到马丁叔叔存在或者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当然马丁叔叔需要打上引号一厢情愿 最终也可能被改写为孜孜不倦 我是人称百科全数的火箭叔 今天我们就来借着天问一号出发在即之际呢 来聊一聊火星探索这件事 为什么我们如此的钟情于这颗红色的星球 为什么同样是登陆上火星的难度要远远高于上月球 甚至比登上小得多的彗星还要难呢 最后也是我们最关心的 我们国家的首次火星探索任务究竟有何特点 同本次其他的选手之间又有哪些区别呢 好坐稳沙发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简单来说人类之所以对火星充满兴趣 就是因为它是整个太阳系当中最像地球的一个 位置很像围绕太阳的轨道只比地球远一点点 所以地球上有的很多东西火星上也有 比如水 有水就意味着有可能存在生命 要是存在生命就能证明宇宙中的生命存在 只不过是一个普遍现象 要是生命在宇宙中是个普遍现象的话 那么后面的请大家脑补吧 第二个像是地形地貌很像 有高山有平原还有峡谷 简直就像是把地球上面的荒漠照搬上去了一样 未来移民过去的话不会有太大的心理落差 第三个像是作息时间很像 尽管它的公转速度有点慢 想要看遍四季变迁 需要花上差不多两倍于地球的时间 但是它自转的速度跟地球差不多啊 一天的时间也就是24小时多一点 所以不管你是朝九晚五呢 还是九九六到了火星都可以保持不变 所以这就是它成为了人类在脱离地球成长 为星际文明的道路上最合适的起点了 但这个起点一点也不低啊 从上个世纪60年代至今 人类先后进行过56次的火星探索任务 但其中成功的还不到一半 相比起探测月球的稳扎稳打 探测火星简直就像是一场豪赌 是什么让它变得这么难呢 距离 轨道 导航 通讯 窗口器 咱们就不说了 它们都是难点 但要么你已经是听很多人说过了 要么就是我已经在之前的视频里面讲过了 今天咱们重点就说说更要命的着陆吧 这个单讲可能没什么感觉 但是要一对比你就能够理解了 我们拿地球和月球来对比 在地球上有稠密的大气层 对于一个想要着陆的飞行器来说 好处就是可以利用大气阻力来完成减速 坏处则是跟大气的摩擦会产生巨大的热量 洗油参半对吧 咱们是这样解决的 先用隔热罩再开降落伞 好像也不难了 毕竟我们已经用这个办法 让大量的返回舱和火箭降落过了 反过来在月球上 没有大气的保护也是洗油参半 洗的是不会有摩擦生热了 可以丢掉隔热罩了 优的是降落伞没用了 得要装上火箭发动机 靠反推力才能够安全降落 不过难度好像也说得过去嘛 毕竟登月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再看火星是什么样的呢 它恰好就把两者的缺点都占了 大气有那么一点点 够产生摩擦的热量 但却不够降落伞来产生阻力 所以既要装上厚重的隔热罩 又要加上复杂的反推力装置 这难度就不是一般的了 成功率也就降到了 要被称为探测器坟场的地步了 尽管探索火星的历史 几乎跟人类的航天史一样漫长 但早期可以说全是血泪 只有进了21世纪才变得好点了 只是好点 想要取得完全的成功依旧困难 所以你能想象 当我们的天文一号 在第一次出发前往火星的时候 摆出来的目标 就是要同时完成 绕着寻三项任务 轨道器环绕火星 完成探测和通讯任务 着陆器完成第一次火星登陆任务 火星车完成火星地面的巡视任务时 那些炭火老将们吃惊的表情吗 写满了不可思议 这的确是有点不可思议 但既然我们说得出 肯定也是做得到的 毕竟目前只有担当的大国还有谁呢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看 与同期一起进军火星的阿联酋希望号 美国毅力号比起来 天文一号还有那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们先简单提一下另外两个任务 希望号将只有一个轨道器围绕火星运行 主要目标是了解火星的气象变化 相当于是一颗气象卫星 毅力号将成为NASA在火星上的第二辆火星车 主要目标是寻找生命的证据 而我们的天文一号主要的目标 可以总结为三条 了解火星的大气组成 地质结构和地表环境 这些目标由分布在轨道器和火星车上面的 13种科学仪器来完成 包括高分辨率相机 多光谱相机 中性和高能粒子分析仪 磁力计和碳地雷达等等 尤其是装在火星车上面的碳地雷达 将是首个登陆火星的同类仪器 能够很好的帮助人类掌握火星的地质结构 土壤特性和水冰分布等信息 就像我们自己常说的那样 中国希望为全世界的知识库做出贡献 而天文一号就将是我们践行这个承诺 所要迈出去的重要一步了 好了 我们一起期待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 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我们下期待